有一次就是在余景灣 有一個比賽就是一個小時 就鬥多圈的在山上跑 那次就是當我跑到最後一個圈的時候 下回來那一下 因為那天都是在七月的時候 就是最熱的時候 下回來的時候 其實就感覺到身體已經有些控制不了 就是有點頭暈 有些少許混亂的感覺 那身體 接著我就覺得知道自己是有些狀況要出現了 可能有機會中暑了 那然後我就慢慢放回 盲啊 找一下周圍有沒有些水可以拿得到去降溫 那結果是被我在余景灣的屋子裡面有一個水喉 那可以在淋水了 淋了五分鐘左右 那可以 還有去陰的地方 那覺得自己的情況就會回來了 天氣很影響到我去跑 選擇跑些什麼路線的 如果天氣真的很熱的時候 好像現在夏天那樣那麼熱 那我就會計劃一些路線 可能 呃多一點樹蔭啦 或者是呃 有些地方有些溪水啦 呃 可以冷靜到自己啦 呃 那個時間啦 都很重要啦 會不會在 日當空的時候去啊 那當然如果熱的時候 我就會選在黃昏的時候去練習啦 那練到晚上帶著頭燈啦 因為日晚整個氣溫都會降得比較多的 對 谢谢大家